大家好,又來到SOFARSOFAR的第二集 我們今天來到景勝公園去拍攝 我們去拍攝 我們在第二次拍攝的一場雨 我們今天就派了啫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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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啫 我們大家看看 非常恐怖 想回以前 這些恐龍比現在的恐龍更恐怖 看起來真是好貴真實 非常好 我們一起走前 因為下雨的關係 我們盡快走完景山公園 我們一起走 我們上到這裡 我們新見到這裡的樹 它叫做雲樹 雲樹 雲樹 又不像雲 不過它叫做雲 真的很特別 我們現在就會上路 上面去看完整個故宮的傳聞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斜坡 我們現在就到了 我們就到了 我們還有一點斜坡 就到達了 我們還有 嘩 不要講錯 是我說錯了 還有很長很長的樓梯 才到那裡 可以看到整個故宮的人 我們慢慢慢慢走 好 出發了 好大呀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大呀 是北京最大的 就是故宮 故宮如果是這麼高的 看下去 還有高度 真是好大呀 大了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之前也有走過故宮 在幾天之內 也有走過這麼大的故宮 但是北京的漁和園 是大過故宮的三倍 是三倍 不過有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一 漁和園都是河 又漂亮了 有一個河花池 我也有去過 故宮真的很大 看下去有很多的團友 很多的人都在故宮走 都在漁和園 那裏有一個叫做養聖殿 那裏都是給皇帝 那些逛逛那些 之類的 那我呢 稍後呢 還會上去的 上面還有一個 那裏呢 故宮是真的好大 看下去 人都不敢相信 那裏呢 我聽說呢 景勝園 景勝 即是在這個公園裏面 其實都是大過故宮兩倍 是兩倍的 聽到嗎 兩倍 真是好大 我真的不敢相信 這個公園都可以大到零人 不敢相信 還要大過故宮 我真是好覺得驕傲 我們中國人 那裏呢 不如再上去看看是甚麼來的 那裏呢 我們就走到這裏 那裏呢 那裏是最頂頭 那裏呢 看下這裏呢 真是可以看到整個故宮 不過我覺得好像下面那裏呢 比較清楚 那裏呢 這裏呢 只可以看到這裏是最大的 我覺得都是下面 看得清楚一些 你看看我斷了氣 是因為呢 剛剛呢 我們走了好多層樓梯 才上了來這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覺得 好多久呢 上得好久呢 應該不覺得啦 那呢 我們上了好多層樓梯 才上到的 好多辛苦啊 看看這裏 好多大呀 真是 好大呀 看中國人的驕傲 那裏呢 那裏呢 應該呢 可能會回天壇公園那裏玩一下啦 那裏呢 去參觀一下啦 那不如我們進去看看裏面是什麽來的先 知道嗎 они 鼻子 抹 kes 這裏呢 本球的攝 kalore 沒關係 這裏呢 都很好 那些傢俄呢 可以買中的旅間 所以我還是出來講一下 我看裡面 有些朱鏈等等之類的物品 都可以帶回香港 紀念一下等等 我們繼續走去裡面 我剛剛看到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大廠 坐在那裡 很大 全部都是用金做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用假金還是真金 其實真的很大 不過裡面真的要講明 不可拍照 我還是出來跟大家 儘量多講一些 關於裡面的資料 裡面 有一個大佛 他剛才帶了一條朱鏈 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在暑假期間 最好來一下北京 參觀一下圓和園 北京 故宮 等等之類的地方 非常值得我們去留念 或者去北京 買一些紀念衣服 去香港 我們下一個集 就會去天堂公園 北京 我剛剛說錯了 不是天堂公園 而是這個首都博物館 我現在呢 就在首都博物館 這一個就是七彩站 那你現在想去 深深認識這個博物館 有些甚麼 我們上來這一層 我們逐一逐一逐一拍 我們逐個逐個地區為你們介紹 後來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們現在開始行動了 我們逐一逐一逐一拍 我們在這裡是太多的錢 我們現在有一個青花、五彩芳芳的蒙古蘆萍 在名池的時候 在功龍2013年至2016年的名池 這個很漂亮 為什麼它要綁著衣服呢 就是防止一些 有時候你也聽說 這些賊仔來到一些有價值觀的博物館 偷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它就防止 因為這些事發生就綁好了 防止有人偷東西 這些賊仔也很難才偷到這些 我們在這裡看 你看這一個很大塊 這個就是原子其中有Solid的數字 它是民國的東西 我簡單的介紹 就是原子其中是一個購物價格的最高神 他就是一個購物價格的最高神 就是一個購物價格的最高神 所以這首是原子、本雅、痴仔、初也 在道理、美女 在道理、美女 在道理、原子千聖 就是道的神格 神格化身 是萬事、萬物支持 是表著的創造 所以它的創造 多一手一手 去負責 他的手一牌 象徵天地無人 萬物微生 表著運頓之無體的狀態 像的形狀 是非常大的 思太正 蹲撞 是有典型的 明代 忠 驚自 的 有這麼多特產 就是這個 很好 你看這個瓶子很大 可以打入一個很小小的微生 這個是短的震 其實是青花 蜜花瓶的文貫 這個罐子在明島的時候 紅島 那天海鮮飛河路條 路由電學而出土的 簡單的資料就在這裡 我們不如看看這些資料 對了 那就這樣了 這支給大家看看 這裡是一個書法 是在清前的黃金社 他出生於1592年 165年 是死亡的 死亡的原因 他炸在一個 怎樣呢 就是他 他是 逆號 什麼之 次摩 河南的晚津人 他在明天校兩年 1622年的時候 就入市了 入春觀 智禮部上部上書 公司 本文 同行草書 有書法學義王 有 針魚 迷地 還有 蒼玉 紅 蒼 蒼 聖心 好好發展現場 這就是黃蜂寫的書法 這就是黃蜂寫的 這就是黃蜂寫的 不過是非常漂亮的 我們來看看下一些的書 我們來看看下一些的書 這些書我進去就有的 就是 這就是 抽水 在清朝的時候 很漂亮的 他的書 現在我們應該寫不到的 對了 這樣呢 1616是他的書法 其實他的書法是有很多的 有不同的版本 一版一條手書 五張真理的 有一個版 是一二三四五 這麼多集 我們繼續看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他寫的 對了 葉軟花的前面 有張竹寫的 對了 簡單來看看 還有很多的絲髮 好了 一下子 就要上一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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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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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